参加SPM考试大概有40万人 但是有些人虽然注册了 最后没有参加SPM考试 我想就证一下这个数据注册了 但没有考试的有1100起17人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呢 我跟高教部长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之所以这样大部分学生是因为三个M 不过关就是不会读书写和计算 现在的教育政策六年级和中三 已经没有考试了 只在中午才有考试 这个制度必须改革 不要让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们成为试验品 最终他们变成受害者 政府可以换 领导人可以换 但国家的教育政策一定要做好 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受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